纳维亚不同配队输出手法教学 首先是带夜兰和莫娜 开局纳维亚EQ 钟离开盾 夜兰EQ 我们尽量把西风能量让携带者吃到 班尼特QE 最后纳维亚开始输出就行了 如果带的是莫娜把莫娜的大招和E放在班尼特之后即可 两轮一技能之后基本能量就满了 我们重复操作即可 接下来是带水神 因为水神的元素量很少 我们把水神的技能排到最前面 开局水神EQ 纳维亚EQ 钟离套盾 班尼特大招加以 最后纳维亚开始输出即可 纳维亚能量好了之后重复操作 接着是带香菱 开局纳维亚EQ 香菱丢锅把 钟离套盾 班尼特大招接一技能 香菱吃威力开打 最后纳维亚开始战场输出 接下来是带宁光 但是宁光EQ注意的输出轴有点长 纳维亚可能吃不满班尼特大招 而且还要穿过屏障才能加岩上 所以我更推荐带颜主 颜主可以加时暴率和抗打断 这两个阵容输出手法是一样的 开局纳维亚EQ 香菱丢锅把 班尼特大招接一技能 香菱开大 颜主QE 可以看到颜主大招一段也有2万多 最后纳维亚输出即可 能捡辣椒就捡不能也无所谓 因为每个人戴的角色都不同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阵容来综合一下输出手法